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曉得你在生活中 我們遇到這個問題 他們說你這些信耶穌的人 你們就數點而忘主嘛 你看我們中國人古老的 就是來拜佛教啊 道教啊 或者是儒家啊 你們這些人怎麼去拜 一個西洋的洋教呢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告訴你 根本不是這樣 看第一眼 其實華人 中國人 自古就敬拜獨一真神 真的嗎 很多人覺得真的假的少來 你們一定自己找理由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 讓我讓你看到許多的證據 你看下一頁 好 你看道教 西元前六世紀 西元前六百年 就是老子 再來儒家 西元前五百年那是孔子 再來佛教 釋迦牟尼的年代是西元 大概五百或六百年前 OK 他傳進中國的時間是漢朝 那我們不常說中國歷史五千年 好 那有一些也許說四千年 好 我們直接看下一頁 你看喔 我上面寫的夏朝 大概是西元前兩千年左右的 請問一下 我們剛才說西元前五百六百年 那西元前兩千年跟五百六百中間在一千四百一千五百年 到底中國人在敬拜誰 讓我們來找到真正的答案 而且不是我說的 讓我們來查到很多的證據 請看下一頁 首先你看 朱埃及記的時間呢 就是商朝的時間 我們再看下一頁 周朝常常提到一個觀念 天 好 再看下一頁 當我們常提到說 中文說 Oh my God Oh my God 中文 Oh my God 英文是 Oh my God 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中文怎麼翻譯呢 Oh my God 的 God 是怎麼翻譯 我們看下一頁 我的天啊 當我們提到God的時候 我們中文就翻我的天啊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文化理由 我們自己知道 那個上帝 我的上帝啊 就是我的天啊 上帝就是天 可是這是我說的算嗎 不是我給你看古書看下一頁 上帝是獨一的萬神之神 真的是這回事嗎 沒錯 聖經上這樣講 可是我們中國人歷代的歷史 真的有這樣說嗎 我們看下一頁 上帝者天知別明也 神無惡主 這是誰 誰寫的 史記 史記誰寫的 司馬遷 封禪書講的 上帝者天知別明也 神無惡主 所以上帝就是那個最大的神啊 我們看下一頁 生命記 10 章 17 節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 祂是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至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貿取人 也不受賄賂 OK 你看 聖經是不是跟我們的古書 是真的講的是同一位上帝 OK 我們只看了一個點 我們繼續看 如果你想認識一個人 你應該要更多認識他的全面的個性 他到底是長怎麼樣 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很嚴肅的人 還是很輕鬆的人 還是很 他的個性如何 你會發現 原來真的是同一位 我們看下一頁 上帝是至高掌權的 這是上帝的另外一個屬性 好 下一頁 師經大雅 文王之時 商之孫子其利不義 上帝既命侯於周福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看不懂沒關係 上帝還是一樣愛你 看下一頁 商之孫子其利不義 上帝既命侯於周福 意思是殷商 也就是商朝 商朝的子孫人數之多 樹木之大 但上帝既已命定 他們就只能臣服於周朝 OK 你看 上帝命定周朝 來取代商朝 那他就會成就 那聲音下 我們會講一樣的東西 請看下一頁 戴以理書五章二十一節 他被趕出離開世人 他的心便如壽星與野驢同居 吃草如牛 生批天鹿低屍 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 國中掌權 憑自己的意旨 利人治果 這在講誰呢 巴比倫王 尼布賈尼薩 而且真的 歷史上 尼布賈尼薩 真的瘋了 瘋了之後去做了這些事 如壽星與野驢同居 之後他恢復神智 神恢復他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跟我們以前 我們的古書裡面記載的上帝 跟身體裡面的上帝很像對不對 我們再看下一頁 再來另外一個屬性 上帝是無所不能的 我們看下一頁 秒秒秒秒號天無不克工 十今大雅 你看下一頁 嘛沒關係 好天無不克工有什麼意思 偉大的天沒有不能克服的 而圣经上说的神是不是一样呢 约里米苏32章27节 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 其有我难成的事吗 是不是一样 没有不能克服的 其有我难成的事吗 你看又有一个个性一样的部分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 时经大雅 文王之时一样好 皇宇上帝临下有鹤 奸侍四方求民之末 什么意思 下一页 意思是 上帝为人的观察 四方以求人民安定 OK 诗篇33篇13节 一样说到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是不是一样 上帝为人的观察四方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看见世人 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OK我们看下一页 上帝是知地命事与久违 这是礼记孔子 孔子 写下来的哦 OK 下一页 上帝是知地命事与久违 上帝因被敬拜 祂的旨意扩展到所有地方 而圣经上帝的神 也是一样 诗篇139篇7到8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如果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如果在阴间下他 你也在那里 是不是一样 神到处的旨意 祂到哪里 无所不在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上帝就是爱 我跟你说 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一个很大的宗教 他们觉得 那个自大神 也是刚才那样的 可是他们的神 却没有提到 神就是爱 古书里面的神 真的也是爱吗 是跟我们的上帝一样吗 我们看下一页 为天会名 为必奉天 上书 周书 什么意思下一页 上帝爱是人 统治者 应尊从上天 而我们的圣经 约翰 那一书4章8节 直接说 神就是爱 懂吗 我们的上帝 是中国人历世以来 就在敬拜的那位 至高的独一真神 而之后一书来彰显出 祂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我们的历史 你可能不晓得 我们华人在 好像圣经这里面 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意义 在读圣经的时候 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洋人的书 这好像是外国人的书 可是我告诉你不是的 我们华人 我们中国人 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启示 如果你觉得 就是这几个证据真的吗 你可以在搜寻 我们其他的视频 我们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康熙皇帝是基督徒 或者是明朝的时候 他们在祭天的时候 是在唱敬拜赞美歌 你可以去搜寻 你会看到 你从以前 在这个文化里 就被神所拣选 在还没有如是到三教之前的 一千多年 华人就在敬拜 独一真神上帝 而且那位神 就是我们 在敬拜的那位神 你不是鼠典望主 你在拜的是华人 一开始真正拜的那位 创造天地至高的上帝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再被控告 好像你鼠典望主 你去拜什么羊教 你是好像什么 什么虫羊 你是什么恶毛子 我们是在拜 一开始就祝福我们 恩待我们的那位独一上帝 三位一体的真神 让我们活在一个真正的自由里面 不再被控告 而且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是叫人改教 乃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祝福 使华人昌盛的祝福的那位神 使我们如今能够在这个地方 蒙福的那位神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阿们